林教授 林教授你好 我妈妈在四年前中风 那一直都有吃慢签 可是大概一年多前 医生说我妈妈高血压要吃的剂量太重了 那把它控制到120、130 像年轻人一样的血压绝没有必要 所以后来我们去找医生慢慢把它降下来 降到现在你全部的药都已经减量了 都不行 最后是全部都不吃 现在本来是140左右 那经过我们用这个移骨式疗法 你慢慢的现在不吃药也经常100、120、130这样 是这样 关于这个血压问题 为什么高血压 当然原来很多 有一些是血管硬化引起了高血压 但是呢很多医生啊 认为呢血压要降到120 那个低压到85 那才是正常的 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一个问题 叫家宁的问题 年宁增加呢 血管呢慢慢硬化了 所以如果你把它强压 让血压一直降到120 你会觉得你的血压不够 你的脑袋里面的氧就会不够 对啊 所以医生才叫我们说去检讨 所以现在没有吃了 所以说当如果你妈妈是因为 你的饮食控制了 血管的硬化问题改善 血压恢复到年轻的时候 一样柔软的时候 你血压在120 低压在85 那算正常 但是很多医生呢 是迷信你什么 数据 就说一两钱120 以上140 你会吃也不可 而且吃了酱鸭一样 要吃一辈子的 所以说很多人呢 都这样子 说一辈子离不开药 但是像我举一个例子 我的妹训呢 前医生的瑞训 她是一个高血压体质 她血压一直都在180以上 但是她完全没有征兆 很多人高血压 会头晕啊 颈部酸痛呢 她从来都没有 180是几岁就180了 我知道她好几年都是这样子 好几年是几岁 表示几岁的时候 十来年嘛 现在几岁 她现在七十岁啊 七十岁 五十几岁 五十几岁就180了 身体有时候高的时候到200 但是她没有所高属的症候群 那她有去看医生吗 180 医生要她吃药 她本身就是医生啊 她就是坚持不吃药 她是什么科的医生 她奥利科医师 但是让你知道一个医生的培养 她也知道她自己是你的状况 她坚持不吃药的 我妹妹啊 说啊你100多了200都要吃药 她就坚持不吃药 但是呢 一直相安无事 到了三年前嘛 她看一本书 叫做什么 韩国人医生写的 叫饭水分离法 我妹婿她这个人就是 陈寗师她是这样子 读信什么 她一定贯彻大笔 她坚持什么 吃饭前两个钟头不喝水 饭后两个钟头不喝水 因为这个多严重的问题 她学问不够的 她学艺太浓稠了 就造成一个什么状况 有一次她在那个 国立科技大学 她在那当校医 有一天呢 她在那边 学生来看病 她要想看病 就是病例 结果呢 护士看到她 你怎么前医师呢 手拿着鼻 掉了两三次 欸又掉了 欸又掉了 医生就 那个腹势呢 觉得不对 前医师有问题了 马上就打电话 119 就趕快送到 那个丁州路的那个生育总院 一聊出来什么 中风 而且是老的 初学学 初学 也算一个人五十一远 童必大 那当天下午就送到那个 念府成功路那个 三军总院住院了 开刀 没有 开刀了 那做做很简单的手术 开刀 拿掉了 就做复健了 就不要了 那今年呢 三四月份的时候 又有二度中风了 那她还是坚持犯罪分离吗 跟她讲人家不听 谁喝的少 她不爱喝水 所以决于农床也是问题的 结果这一次 到了人家医院 结果医生说高血压 医生就想要什么 降血压 一直降降降降降 但是在医院里面 连续三次的中风 医生说要查原因 就查出来了 他说 这医生就解释说 他是高血压体型 你强迫把他 一直跟他吃Aspirin 跟他吃降血压 把他血栓嘛 就一直跟他吃Aspirin 血压降很低 结果那时候 血压低血熊的状况 在医院里面连续三四次 后来说那个加护病患 啊 这么严重 因为他随时都会发生状况 医生发现呢 这个是 一直把血压往下降 是不对的 他一直 他是高血压型的体质 强迫给他降 所以刚才我讲说 那他自己是医生 他没有跟医生做对话吗 他这一次进医院的时候 他已经不会讲话了 不会讲话了 所以他没有办法跟他多痛 对对对对 所以医生也是一直跟他降压 一直跟他降压 所以就降压型的状况 低血压型的状况 所以血压有很多朋友 认为我血压很低 但是血压低没关系 就是我们 脏压输压 就是 我们所谓的 上跟下 上跟下 中间太短不好 最好才是40 如果你高的是125 以下85 这样做的症状 我妈妈是有超过40 因为这也是40 但是有人是20、30些比较危险 但是呢 很多人是高血压 高血压体质 像我本人也是一样 我血压是蛮高的 但是我都没有所谓的高血压的症状 头不会晕 脚部不会紧 都不会紧 对啊 因为我每天劳动量够 运动量够 我做一股疗法 我每天帮泛折啊 压膝什么 我动很多 而且呢 最近你看到 如果网路的话 有点跪坐 就正坐 那个脚症 养生好 跪下来 让你的气血循环变好 像我本身的气血循环很好 像我都没有因为血压比较偏高的问题 我的高压有到150-160 低压我都差不多100左右 低压有100喔 嗯 但是呢 我都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我每天一样 家里家族也有人这样 我妈妈本身就是高血压 很高的 妈妈有时候 她是有在控制 她有吃江河腰 对啊 医生 所以说 开始吃了之后呢 就不能停了 那你不是说 她是家族性的吗 就是说 妈妈不知道 妈妈没有这种 所谓的医学常识嘛 听医生的 我妈妈就听医生的 叫她吃就吃 她就乖乖的吃 吃了40年了 吃了40年了 对啊 妈妈今年久学了 她50岁开始 就 医生就要叫她吃高血压 吃了40年以上 但是呢 也没有解决 还是高血压 对啊 人家说只要吃 对 为什么 你并不是把你自己身体的 身体看好 是靠药 靠药不行 就是你血压要降下来呢 要很多配合 但饮食要配合 生活起居 多运动 不良的事后要戒掉 比如抽烟喝酒 那就容易造成比较血压 不正常 那盐分 吃太多 这个都是医生讲的 但是 我曾经看了一本日本的书写 盐 不是盐的问题 哦 是什么 而是你吃的 不应该吃的盐 不应该吃的盐 像我们的盐啊 我们海盐的话 海的盐啊 它并不是百分之九十五的绿化纳 天然的绿化纳 加上五%的矿物质 但是 我们所谓的不好的盐是什么 像台盐啊 像什么盐 台盐 台盐不好 它是电解盐啊 它是电解的盐 哦 电解盐不好 电解盐 电解盐就不好 要天然的盐 天然的盐 天然的盐 那我们那个海盐呢 海盐 日晒海盐 盐盐 可是他们说 那日晒海盐 怕不干净呢 你要挑干净一点啊 不是 我们都是买来的 你可以自己加工一点啊 怎么加工啊 买回来啊 洗一洗 盐洗一洗 不是不就怎么变速 因为那个日晒盐的很粗嘛 一洗掉了 对日晒盐 比较粗 外面 它在那个 所谓的盐点曝晒的时候 但是呢 我买的那个日晒盐就很干净 为什么 它把那干净的分 有的不干净有的干净 要做化工用品的 盐就比较有泥土之类的 有很多可以吃的盐 很干净 白结 很白很结 对 我都是用这个 尖管你把它磨成比较细一点 这样调味 我自己把它冲冲冲冲 不是啊 你可以用那个mix来 把它打一打 打一打 所以最早我还是一种 在日本带回来的 叫做海水之宿 那是福建产的 福建 你说大陆的福建 大陆福建 对 在日本买到大陆福建的盐 对 那个家福建的盐 它是做了很干净 它的盐田都是石板的 石板的盐田 石板去盐田 对 台湾是泥土 对啊 杀土的 那个还有一种盐 叫做什么 叫做黄帝盐 你听都没听过 没 那个听说是在那个 前塘江 前塘江 前塘江一年八月十五 来葬草一次 有没有 他就在前塘江喇叭口最尾端呢 那边做了一个盐田 也是铺砖的 铺红砖的 那个藏草的时候呢 海蜀去那里 退回去的时候 把他拦截 拦截起来 就让人日晒 听说那个盐 是青熊时代 就开始生产了 青熊时代 就是黄帝盐 很贵啊 一公 两公斤一袋的 卖到多少人才在看 日币要卖五千 哇 一千多块钱 那时候这大户买的 应该便宜一点吧 但是呢 那个日本人把他包掉 哦 日本人把他整个包掉 像我讲的黄帝盐 一公斤 一公斤要卖到日币一万 哦 我讲的那个海蜀之数 是 那个两公斤装的是五千块钱 那大户不应该买给他啦 他包的 日本人去包的 哦 这样 那个他们去 日本 日本呢 NHK有写书啊 写一本就是盐的书 就分析啊 我们吃的盐啊 不是只有一花蜡 不是只是蜡而已 而需要很多的矿物质 那里面有149种矿物质 海盐啊 我吃了那个 海水之士那个 他写的书 有149种的矿物质 所以吃海盐的时候 补充我们身体的矿物质 很必要的 嗯 现在因为我们的食物啊 因为生产密集啊 栽种的时间也不够长 所以从土壤里面吸取的矿物质 不够 所以要用盐来补充 对 尤其现在很多人吃的就是什么 叫做 水跟蔬菜 对 水跟蔬菜不要吃了 那只是 植物的样子 以为营养素不够 那有些是在温室里面 日晒不够 但是呢 如果他是用有机栽培 还好 嗯 他病 所谓的有机栽培 他不是完全都密封的 嗯 他白天是把那个打开 让日晒 嗯 在在控制温度 嗯 有时候看是用日光的 对 日光 不是阳光 是日光 不是光 他是用 用那个所谓人工光源 因为植物啊 有光源啊 我产生叫做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 就产生 炎养素 嗯 嗯 那所以说 我刚刚讲的日光型的本书 不是不能吃盐 而是你吃醋盐 哦 吃盐是很重要的 像日本做了很多的味噌啊 嗯 你知道吗 对对对 像味噌他们的 不能用化水盐 嗯 不能用蒂子盐 嗯 那个他的里面的取菌啊 嗯 就会被消灭掉 但是用天然有的 还会发酵 哦 是是 所以以后都要改称吃海盐哦 吃海盐 不要吃精子盐 对对不要吃精子盐 精子盐做了洗笛啊 啊 洗笛 洗笛 洗笛的意思是说 洗 水果啦 哦 用盐水来洗水果可以 刷牙可以 对对 洗澡 因为洗澡 洗澡 洗完放了盐啊 用化学也可以 哎呀 我们完全是相反了 对 我们用那个海盐来洗 洗澡啊 吃了就有化学 吃的就是用化学 做了做了做 ok 好的好的 知道了 盐巴很重要 是我们身体啊 现在唯一啦 你知道很多运动员 有没有 运动员他之后喝什么东西 健康饮料 不是健康饮料 他们喝的就是那个 酥泡饮料 酥泡啦 酥泡不要喝 为什么 他太甜了 太甜了 很好喝啊 你要去买Pocari 保矿力 他就是那个 所谓的电解石的补充 以前我们当兵的时候啊 在那个盈色的外色 两个水桶里面都放着盐 让我们那个阿兵哥们 去粗糙流大浪流汗 回来补充盐水 不然会容易抽筋啊 这个盐 所以说军中都知道 要吃好盐 就是那个海盐 所以他不是用海盐给他们煮盐水 出出的 不是 阿兵会拿漱口碑去加水嘛 就会放点盐巴 哦这样 那个 那个 队部的那个 长官会这样 哎呀喝点盐水 就是补充电解石 哦 哎呀 哈哈 长知识了 没有没有没有 这是一种所谓 电解石的补充来盐巴是最好的 当然保矿率啊 它里面也加了很多的矿率值 是是是 ok 好我知道了 谢谢 所以说呢 血压的问题啊 不是单纯的问题 不要一味的听医生讲的 很多的医生啊 没有把所谓的家联问题 年龄增加啦 嗯 血管硬坏了 血压自然标开 如果70岁的人呢 血压还120 都不正常 对啊 所以医生说 92岁了 还敢把他吃血压 降到120 降到120 那这是绝对不对的 绝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 现在把药全部拿了 就 像我看了一本 也是日理医生血压 是是是 所谓血压问题 他也讨论到什么 加年度的 增加年度的问题 是是 你血压 那个 硬坏了 硬坏了 当你血液都送不上去 就心脏会叫加压 加压把什么 血液送上去 不然你脑会缺氧 是 但是问题是啊 这 这个 一般的民众呢 他们都是听医生的 对不对 那 那我们如果跟他讲 你爸说 你是有医药背景吗 所以说 所以就 所以我们就不能讲 不要让不懂得营养的医生害人 但是你 这些问题是 你也不知道这个医生懂不懂营养啊 对不对 就是很困难 医生是这样的 他在学校 就两个学分的营养师 对 是大一的时候 整个大二跟大四 像医学要到七年啊 读六年书 一年的施洗啊 所以说我长医生啊 也是很可悲的 为什么 他受的教育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呢 很多的医生呢 不是第七年去医院学习吗 我常常讲 这医生呢 比如说跟哪一位医生施洗 他一辈子都用这个医生这样的一样 是 西叶是师徒制 他的老师用什么药 是学生以后用什么药 毕业之后抗水用药 医药厂的broker 就是那个营业员嘛 推销员去教他用药 医生用药都是别人教的 教他用什么药 他就用什么药 因为在医院里面呢 很多医生啊 他不敢随便改药 医院里的路里的规则啊 医院给你什么药 你用什么药 出了问题 医院会扶你承担 如果你自己随便乱改药 不听那个医院指示的话 出问题的支持医生 现在医生很可能 动不动就被患者告 家属会告医生 所以现在医生都很没有膽子 不敢乱料 医院教他用什么 因为那些broker就是医院前来的 因为那些broker就是医院前来的 经过医院同意 才教他们医生用死 医生的药 哎哟 我觉得现在最好的就是 健康药自主 我们来学这个自然医学 怎么样用自然的方法 所以说当我们讲到说 很多的药啊 都是化合化学那种的 当然了我们吃很多食物啊 不能吃食品 要吃食物 食物就偏能生产药 但是偏能食物 现在出了一个问题 就突然的问题 土壤呢就是跟什么关系 化学合料呢 跟農药有关系 你看植物呢 以前啊 我们种的菜 那几个月才长大 现在有几个礼拜 像我们的肉类啊 尤其鸡啊 鸡最可怕 你知道吗 喜欢去吃炸鸡点 那个鸡都养了多久 四周啊 四个礼拜 一个鸡本来养半年 四个礼拜就养大了 一定会做什么动作 打生长基数 就是打生长荷尔蒙 荷尔蒙 对啊 所以为什么现在的女孩子 小朋友就有第二性征了 对啊 听说六岁七岁小孩子就有出经了 不可怕 不性征而已 出经了 一样到十四五岁的孩子才会养的 他六七岁就有了 所以说 东西吃东西呢 食物很重要 但食物选择更重要 当然我讲呢 食物的补充嘛 就是说 你现在吃的食物呢 营养不够吧 所以爱的医生一百多年前 他讲呢 未来的医生呢 不再开药给病人 教会患者呢 知道 怎么样 身体骨骼结构的平衡 补充必要联氧素 最重要的 医生会告诉你 患者什么呢 生病的原因 要加于什么 预防 所以爱的医生那是 预防医学的先驱 刚好我们医股疗法呢 是三个人学 当然一个人 还没有发生问题的时候呢 你来学医股疗法 去预防 以前发生了怎么办 就要当治疗 但是医股疗法最令人佩服的地方是 就是预后保健 你来治疗的时候呢 我们老师会这样一套 当你把身体调正之后 如何呢 维持让你苦将一辈子了 你的肌肉一辈子都在正位 就不会再犯那些 就是你所谓的那个什么虚析 不是 暴虚虚析 我们一套的 我们一套的教学方法 你来一面调整 老师教一套 当然了 如果你们有团体呢 愿意来 要我们老师去帮你家 就是讲授 预防允许 那治疗以后呢 还有预后保健 那就是另外一个课 好的 了解了 好 谢谢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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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